中国公开赛六一赛程,马龙张继科陪儿童过节,丁宁玉顾玉婷。 6月1日儿童节,参加中国公开赛的各路高手可能没有这份心情过节,各自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 马龙迎战中国台北小将林云如。 林云如今年17岁,左手横板两面胡圈打法,曾在去年和今年中国公开赛资格赛分别击败林高远、方博,获得过2018年匈牙利公开赛U21男单冠军,是中国台北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。 张继科遇到最大考验,对阵日本新一哥张本智和。张本智和15岁,张继科30岁。 张本智和15岁,在亚洲杯击败樊正东,在瑞典公开赛与曲青大战七局西败,也曾击败过波尔、水谷隼等世界名将。 张继科。 张继科在香港公开赛首次复出,杀入正赛,第一轮3-4心败于日本的集村真情。 此次再遇日本选手,张继科能渡过首轮难关吗?对无数对张继科既以厚望的球迷来说,这是一场只许胜不许败的战斗。 。 梁静坤对阵法国一哥西蒙,高辞,王储欣对阵日本松平剑派,从实力上讲,梁,王不落下风,但对手的参赛经验更丰富,梁,王要打起12分精神,放手去拼。 。 女单第二轮,丁宁对阵顾玉婷,国平女队最优秀的两位左手对决。 。 女单首轮,舞阳vs日本新一姐伊藤美成,两人散手都是生交,舞阳是肖球,侧重于防守,伊藤是快攻,是于女顿的较量,舞阳能削翻伊藤吗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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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